苹果最新的平板电脑16号正式登台开卖 那帮助郑威旗下的苹果专卖店可以提升业绩 那预估呢 郑威下半年至少会比上半年成长三到四成的业绩 还有通路商灿坤是强调 他们拥有新品数量最多的优势 也十分看好12月份的业绩 苹果名千呼万唤的iPad Air和二代iPad mini终于登台 两款差别就在iPad Air维持9.7寸设计 iPad mini则是7.9寸 其他包括荧幕解析度和显示比例都相同 全台电信通路和苹果专卖店同步销售 带动正微通路营收开始升温 董事长郭台强看好下半年营运表现 预估至少要比上半年成长30%到40% 每一年大概都会增加20到30家的新店的目标 明年我们还持续会这样来做展店的规划 同样选在16号加入战局的还有参坤 早上8点到全台48家门市同步开卖 参坤强调控制游泳新品数量最多优势 观察11月营收达21.74亿元 约成长14.36% 预估这一波苹果新品将为12月带来不少业绩遗嘱 至于全国店这次虽然没有搭上苹果热潮 挹注可观业绩 但表示将会积极抢攻年底除旧步行的买气和尾牙商机 有机会12月业绩表现将会比上个月以及去年同期成长 林森卢明日